在网络上一篇题为老百姓最痛恨的八种社会病的文章被陆续的转载 这篇文章的作者说呢 当前中国大陆消极腐败现象滋生蔓延 一些早已经绝迹的社会病有沉渣泛起死灰复燃 他认为呢社会病盘根错节非一日之寒 应当旗帜鲜明的反对早日根除这些社会病 在下面的这则报道中我们将带大家来了解一下这些社会病 老百姓最痛恨的八种社会病 一是指路为马弄虚作假 二是贤贫爱富笑脸献贪 三是以直论嫁卖官欲绝 四是娇奢淫迹醉生梦死 五是咽过拔毛虎过流皮 六是装神弄鬼亵渎科学 七是为父不仁有才无德 八是一鸟独鸣鸦雀无声 其中老百姓最不堪其苦的应该是咽过拔毛虎过流皮 作者说 现在少数部门和干部不给好处不办事 给了好处乱办事 脸难看 事难办 门难尽 敲诈勒索 所惠受惠 巧利宁木 搜刮民财 咽过拔毛虎过流皮 吃拿卡药 折腾百姓 权有多大 利就有多大 县官不如县管 公共权力部门化 部门权力利益化 部门利益个人化 乱检查 乱评比 乱贪派 乱罚款 乱收费 与此同时 另有一名网友吴贤德刊发网络评论 听老百姓对政府判的啥 文章说 一判地方政府官员们少说空话假话 做个真正关心老百姓疾苦的政府官员 二判地方政府部门不要苛扣和截留各种救济款和物 按时如数的发放到老百姓手中 三判地方政府不要闭门照册和忧亲后友 认真做好对乡村两级干部的监督工作 把国家的救助款和物资真正发放到需要救助的贫困家庭 中共官员腐败让中国老百姓忧心忡忡 获选亚洲周刊2009年度风云人物的中国畅销书作家韩寒 他在博客文章中说 比如闽航区执法大队队长之前就钓鱼事件发表的言论说 没有利益驱动 为什么要帮你 这句话的深刻与坦诚 只有郑州官员的你到底是代表党还是代表人民可以媲美 博客点阅人数已经达到三亿人次的韩寒 他在接受南都周刊专访时毫不含蓄的说 我们国家没有公民 只有草民和屁民 这篇专访哈喊的文章经过转载 最近也形成网络热门话题 新唐人记者周平、朱棣综合报道